火箭少女海报C位全换成英美 看完她说的话,明白了为啥,她是队长说的火箭少女。 自从吴轩一,孟美琪这些人出走之后,所有宣传物,海报上的C位全都换成了英美。 对此,外界的争计也是非常大,你是原来孟美琪跟吴轩一的离开,C位理所当然会顺眼下去。 但大家怎么也没想到C位竟然是被英美给夺走,而当三人回来以后,C位依旧没换回来。 这也是让网友们心声不满,议论纷纷,近日,英美接受了媒体采访。 当时她的回答,不得不说,真是高情商啊。 看完她说的话,明白了为啥她是队长。 对此,粉丝们对点赞,同时也了解为啥英美能成为队长了。 话说当时媒体记者是这样问的,他们说有没有对出走这事是怎么看的呢? 英美表示,出走的三人都有跟我们其他八人道歉。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,既然回来,我们都还是一家人。 要知道,史上也少有不能跨过的坎,我们应该要有包容心。 随后,又没补充到,我们作为一个团队,律师了,能早发现问题并解决,总比直发现才来处理要好。 最后,又没探言,希望外界能给他们多一点时间,这样他们能带给观众更好的作品。 对于这个回答,小编觉得是非常不错,既圆满又能体现团队意识。 不得不说,又没的情商还真是可以。 其实,对于又没这个队员,在之前的《创造101》里就被人们所留意到了。 而后,在又没红了之后,她也表示过对这个节目不大喜欢,但自己能出的始终是靠这个节目。 所以,还是要感恩的。 最后,小编想说,相比于其他的成员,又没的表现,是要更加成熟和睿智。 而后,希望在又没的带领下,火箭少女能好好发展下去,将团队精神坚持下去,让粉丝们看到他们更多的作品。 对于这帮女生,大家伙有什么话是想说的? 欢迎评论留下你的见解,我们会尽快恢复你的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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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